3月31日,爱在春天,曹鹏爷爷和他的孩子们交响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奏响 这是一场特殊的音乐会 演奏这场音乐会的孩子们,有一大伴来自上海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 2010年,十年八十多岁的曹鹏亲自挂帅,出任音乐总监 而其余的演奏者是来自天使之音沙龙的自闭症孩子 这是上海曹鹏音乐中心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共同创办的慈善公益服务项目 曹鹏希望音乐能成为自闭症孩子与外界交流的纽带 当天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内作物虚席 两个小时的演出里,观众们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给予演出者们肯定 临近尾声,随着观众们的呼唤 99岁高龄的指挥家曹鹏管部登上指挥台 带领全场共同完成了 号手的假日法兰多拉舞曲 龙舌兰三首曲子的演艺 赢得满堂喝彩 演出结束后,曹鹏在后台接受中心设计者专访 他说,希望在自己一百岁时再次与孩子们演出 这些孩子们真不简单,能够在上海之村再演出 在我今年99岁的时候再次跟他们合作 这个对我一生来讲都是很难忘的 我希望在我一百岁的时候再能够跟他们一起来开这个音乐会 继续展现在上海人民的面前 我们通过音乐不是为了他成为音乐家 而是为了能够打开他的心灵 像普通人一样能够融入社会 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这也是要选择 这也是温重的 我们 sample的SET 这也是的